挖掘新聞內幕 挖苦新聞人物 我是鄭鴻怡 歡迎收看今天的新聞 挖挖 好 來 我們今天邀請到的來賓 那第一位是媒體人陳國元 洪宜哥好 大家好 國元以前是我的同事 好久了 另外邀請到的是眼科醫師 黃宥嘉 黃醫師 鄭大哥好 大家好 以及這個耳鼻喉科的醫師 賴仁崇賴醫師 洪宜好 大家好 好 另外呢 是這個媒體人羅友志 洪宜哥好 大家好 友志現在你電臺 有在主持節目 對 叫什麼電臺 羅友志嗆新聞 哎呦 好嗆喔 我們今天主題是婚姻中的假象 那麼婚姻裡面有很多的苦 其實是不能為外人道 那如果叫別人婚姻幸福 這個我們就婚姻幸福 那事實上不是這樣 我們今天會請國元來分享 他的這個婚姻狀況 很精采 那不過我們先看這則新聞 有一個男生叫阿翔 他跟太太結婚三十八年了 顯然應該是有六十來歲有了 近日決定向法院訴請離婚 他說因為太太近來懷疑老公有外遇 不僅常對老公口出酸言 甚至還把老公的護照搶走 那這個阻撓他出國工作 法庭上太太是說先生出國 就是要去找小三 他當然要扣留護照 更何況先生早就已經為小三離家多年 女兒等不到爸爸 所以傷心之餘 甚至只能夠把阿翔離家的日期 刺青在自己的手上 那由此完全可以證實 阿翔背棄家庭 移情別戀 他人再先 怎麼能夠說離就離呢 好 那麼法官的判決是離 還是不離呢 來 有事 猜一下 法官判決不能離 為什麼 因為他先犯錯再先 誰犯錯 老公 阿翔 阿翔 你有拿到證據嗎 因為老婆說他都有 他 老婆說有就有了嗎 他說不行 你的節目水準是哪來的 一定要實事求是 然後他說有拍到他 好像跟他在傳訊息 然後還有一個叫做什麼天后娘娘的 什麼什麼那種訊息 好 那法官的刊怨各方的證據之後是認為 阿翔婚姻出問題是因為他跟第三人不正當交往所致 而且他們夫妻兩個人會分居也是因為阿翔自行搬離所致 竟然他自己搬離家庭在先 禮當沒有提離婚的資格 因為要提要離婚的是老公嘛 對 審潔所以就駁回了他離婚的訴求 所以兩個人有沒有離婚 沒有 你覺得婚姻快不快樂 也不快樂 很奇怪啊 我們就是想要有不快樂的婚姻 奇怪 還要有完整的家庭 其實家庭也不完整了 沒有快樂的婚姻 哪來完整的家庭 那也是個空殼子嘛 對不對 真的 那這個新聞真的很經典 從不同人的角度 看到了不同的論點 等一下你就可以聽聽賴醫師的觀點 阿翔說自從一九八二年結婚 跟太太育有兩名子女 原先感情是甜蜜的 沒有結婚後沒多久 太太就開始對他展現極端控制欲 每每老公出門工作 除了會不斷的接到太太 騷擾的電話之外 也常常以你去找小三 你不得好使 這樣的惡毒言語攻擊他 實在是他忍無苦忍啦 所以之後離家出走 阿翔再說 離家之後呢 太太竟然把情緒 改發洩到女兒的身上 這女兒很可憐 以致女兒精神崩潰 這個罹患憂鬱症 他覺得兩個人的感情既然已經沒有辦法回到當初溝通也沒有辦法改善 所以就決定說離婚 老婆的說法是什麼 說老公從二零一三年開始跟一個暱稱天后娘娘的仆人的女子花生婚外情 這個感覺上是在服侍神的嘛 應該是屬於神職人員 天后娘娘的仆人不就是神職人員嗎 他已經多次看到兩人互傳微信 裡頭呢 不僅有各種寒暄告白 從小三微博公開頁面上 也可以看到先生送他的生日禮物跟卡片 為此還把阿翔離家的日子刺在手上 實在讓太太心疼 另外針對搶護照這件事情 太太坦承他有拿過阿翔的護照 但那是因為他知道老公要去找小三 才會生氣的阻止 而且其實那一天爭執到最後 他有妥協讓先生出國 整料阿翔竟然就此一去不回 我們今天可以發表看法的這個來賓 全部都有資格 我應該不用笑 想不出來 準備好了 我們先請黃醫師開始 就是其實我看這個新聞覺得很不明就里 因為理由是說 你說第一個是數字 1982年就結婚 然後2013年才確定說 有一個這個好像天后娘娘的仆人的女子 來勾引她的老公的感覺 然後發生了婚外情 然後老公才去就是離家一去不復返 那也就是說你從結婚到她真實的離家 你其實這個太太 其實阿翔的太太是有31年的婚姻時間 那31年的婚姻時間說長不長說短不短 我覺得這個女生阿翔的太太很辛苦 她最後得到的結語就是說 其實就是常常用一些惡毒的言語抨擊她 就我覺得男人結婚之後 好像後來這個婚姻變這麼糟 你如果問男人當然都是女人的錯 因為結婚跟我結婚之後 衛免太先入為主 這樣子會沒有這個公信力 沒有 你再聽下去 就是說跟我結婚之後呢 就是感覺女生的性情變了 如果你這個老婆在結婚之前 他就是常常會有這個控制欲 你當時是覺得那個叫做是愛情 要把你黏條條 你喜歡嘛 對不對 可是你結婚之後 你不喜歡人家這樣黏條條 你喜歡要有自由 那我感覺是其實老婆 可能一直在懷疑她搞七年三 那男人為什麼沒有自信說 我怎麼會讓老婆這麼沒有安全感 這麼沒有安定的感覺 覺得我去搞七年三 花了三十一年的時間 沒有花在證明說 我是不是這樣的男人 你可以相信我的嗎 然後以至於在三十一年後 真的你就是落了人家一個口石 我就是懷疑你 你也真的去找小三 所以就是這樣子的結局 那你覺得老公還愛太太嗎 當然不愛啊 那不愛為什麼還不想離婚 就我覺得男人都六十幾了 我覺得男人很自私 他也在找一個後路 就是說萬一他後來出去跟這個 因為這個什麼天后娘娘的仆人 聽起來就是個怪女人 為什麼為什麼 我覺得正常的 正常的女人大概就是不會去 我覺得不會去講這些 就是這些很很很靈異的事情 那我覺得這個男生可能是不是因為 在婚姻中真的也太憂鬱了 所以也需要一個心靈的支柱 所以他對這些事情上感覺就比較有依賴性 可是我覺得他可能也會抱 就是男人是喜歡去外面 你花惹草 可是他可能也想留一個後路 他的太太 他如果真的這麼糟 他就要趕快處理他 他不處理 其實就是懶惰 因為沒有下定決心要處理這樣的 你覺得很不好的太太就是懶惰 你就是想要 還是要占太太的便宜 萬一我出去搞七點三 不行之後 回來你還要幫我照顧 你還要幫我收屍 就這樣 賴醫師 你怎麼看 賴醫師 現在情況是好像 黃醫師是 也辯護律師 你現在你的路線越來越看 我被你做這位男生的辯護律師 所以我先講這個男生最最 可能最無辜的 我跟你講可能最無辜的 非常可能 因為我常常在看這個耳鳴的女生 其實憂鬱症蠻多的 所以這個女生可能本身就有精神方面的問題 或者是可能 對 然後你看看他這個很多行為都覺得蠻極端的 然後可以甚至逼迫到小孩把氣 就是說通常是這樣 生生外遇通常媽媽會對小孩更好 對 對 小孩更好 那沒有他他會對自己的小孩都有 所以這個已經到類似疾病的狀態 所以他太太可能是那種你基本上你雖然愛他 可是後來他慢慢生病了以後 你到最後沒有辦法去容忍 是 所以這個阿翔有可能已經容忍到 你看他大概從八九年到二零一三 也中間有二十幾年 這二十幾年 他已經覺得小孩長大了 他應該完成他的任務 所以他想說人生還很長 所以有可能這樣才產生後面的這段外遇 所以這個外遇是因為別的因才產生的果 那當然這個果在法律上來講是不正確的 可是如果你用同情的一面來講 其實他苦了二十幾年 現在才能解脫 法官就覺得用依法行事 現在我是幫阿翔講話的 我的任務是來幫阿翔講話的 可是其實是阿翔稱他是離婚 離家之後 也就是跟那個天后娘娘的仆人離家之後 妻子才將情緒發洩到女兒身上 導致女兒精神崩潰 罹患憂鬱症 但問題就是說阿翔怎麼沒有檢討 是他導致女兒這樣的 有可能 有可能 可是這個就叫冤冤相報 對 冤冤相報何死了 我比較看結果就是說 既然兩個人都不愛了 就算了吧 各自追求幸福嘛 對不對 看財產公的就來 公公的這樣就好了 是不是 孩子也大也沒有什麼監護權的問題了嘛 你覺得他老公竟然不愛 他老婆竟然為什麼不離婚呢 我覺得老婆實在是太傻了 就是說 可是我們不能說這樣女人傻 因為我們以前都有探討 就是說女人有時候 他一生中期的目標 他不像男人這麼有事業心 他的事業心就是在家庭 如果家庭破裂 他會覺得他整個人人生沒有成就 也有這樣子的女生 他沒有其他的生活 可是沒有破裂 你還是來了 在家裡其實是破裂的 對 所以我覺得這個阿翔的太太 比較可惜 是他應該在老公去法院 就是肅請離婚 想要把他修掉之前 他應該先去 就是告訴法院說 我的老公有這樣這樣子 可以其實可以再多要一些錢 然後來生活 會比較理想 我同意同意 好 那等一下是國園的故事 好不好 來分享你的故事 好 我們先休息一下 好 其實別人婚姻裡面的酸甜苦辣 自己知道 因為國園跟友志 本來在同一家電視臺跑新聞 友志就一直以為國園的婚姻 是美滿幸福的 是沒問題 你是昨天接到通告 要來聽國園的故事 你才知道他的問題 對啊 洪宜哥我真的不敢想像 你看他 因為他體型比較 壯碩 對 因為我心理學上 我忽然知道不敢接 我可以講他沒 因為他是 他那時候長官 你是我的長官 對 對 因為那個心理學上有什麼外胚型 中胚型跟內胚型 那外胚型的人通常都是很樂觀的人 然後應該是 禁遇應該都很棒 或者讓他自己很 就show up就是很棒 他臉書就充滿了那種家庭的歡樂 對 那他那時候追他老婆的過程也是那種 不要命的那種追法 瘋狂 瘋狂 真的是瘋狂 那我覺得這兩個根本就是像辛龍 跟劉真一樣那種那種愛到骨子裡頭去 所以當昨天製作人打電話給我 我說什麼 你是我我以前那個老同事陳國元嗎 我說你有沒有看錯 是陳陳三元還是陳什麼 我說他說不是 就陳國元 那因為我跟製作人也是同事 了解 那國元是怎麼追老婆的當時 其實有這個算是我半個沒人了 那時候他就是SARS 害到你 對不起害到你 對 謝謝你 然後我在SARS期間 別人在SARS期間經歷的是生離死別 我經歷的是甜蜜的開始 我真的沒騙你 因為那時候我就是SARS小組 然後每天就在和平醫院大理國宅 高雄長庚 高雄高一 然後都是他 他把我派出去 然後就叫我在外面不要回來了 然後我就在那邊跑SARS新聞 然後後來我就覺得說 因為我太太本身以前也是記者 我就覺得這個女孩子不錯 乖乖 就不是那種很花 因為一般記者的時候比較花枝招展 我太不會 然後我就覺得這是可以做老婆的量 實實在在的 對 真的是實在的 然後我就跟著他一起去 那時候我為了追他 SARS 每天要承擔的是那種心理的壓力 萬一你的N9我沒帶好的話怎麼辦 因為我每天都在封院的附近 但是我為了他 我每天早上 我是那時候固定小夜班 然後派在高雄 我晚上下班一點 可是我早上六點鐘 我一定想辦法讓自己爬起來 然後陪著他在飯店 因為我們那時候都住在飯店裡面 一起吃個早餐 聊個半個小時到一個小時 聊聊心情 聊聊甜蜜 聊聊什麼 然後呢 送他到那個新聞部上班 然後我再走回飯店睡覺 然後其實已經八九點 睡沒有多少時間 一點鐘又要趕快爬起來 換我小夜班值班 我就這樣過 然後等到SARS的疫情結束的時候 嘿嘿 我老婆也到手了 這樣經歷多久 整整三個月的時間 那老婆到手的意思是什麼 就是成為我 我認為他已經是我的結婚的對象 我就是以這樣子的前提 在開始跟我老婆做交往 所以有去見過岳父嗎 有耶 可是說真的 我很低調 一直到了大概交往一年以後 我才第一次去見岳父 然後那個故事真的很精彩 我岳父帶著我 這個這集 千萬不要讓我岳父看到 我岳父帶著我 就第一次見面 我岳父是臺南人 很浩克 也很愛面子 帶著我全家 然後這樣分了兩台車 從臺南殺到高雄去吃活魚 結果我就不吃活魚 我不吃魚的人 結果從頭到尾 我就不太夾菜 然後我岳父的臉色 就已經很難看 很難看 不行 我想說怎麼辦 那我還是一樣想辦法討好岳父 因為做記者的見人說人話 見鬼說鬼話 沒有 我沒有 是這樣子 對 然後我就就這樣的情況下 見人說鬼話 見鬼說人話 我是剛好相反 難怪他當長官 我到現在還沒有 然後就這樣的情況下 我就 好啦 回去了 我想說我應該表現很好 彬彬有禮 對不對 菸也不抽什麼都不講 然後髒話也不講的 我想說應該可以博得 我岳父的好感 但後來我老婆才跟我講說 我沒想到 我岳父其實在回程的路上 只淡淡的跟他講一個 阿官 換一個了 這不行了 喔 馬上就看得出來了 對 做出決定了 因為他認為說 第一個我胖 第二個我的工作 不吃活魚 不是 胖 他就覺得說胖是不健康 然後我又是當記者 覺得是不穩定 他就覺得說台南人嘛 應該是比較喜歡嫁給三屍 那個時候應該比現在瘦啊 那時候更胖 我現在是瘦了瘦 我那時候破百 那時候很有名的一個 是他抱著那個柱子 然後在颱風天 然後他說連我超過一百公斤的人 都吹不走 你看這颱風有多強 然後還上CNN 對 好像全台灣第一個嘛 對 然後就是一樣這樣的情況 我岳父就說不要 可是我這個人 你知道當記者有時候有一股傲氣 你越說我不行 我越要證明你看 那岳父說跟你的太太說不要 那你的太太怎麼說 他說第一你減肥 第二你做給我爸爸看 說你是真正愛我的 其實那時候我們已經同居了 我岳父岳母不知道 千萬那時候真的不知道 其實我們已經同居了 是是是 對 那老婆本來是真的想嫁給你嗎 真的真的 真的因為他也不會有人要了 對 對 沒有啦 我那個時候真的 我覺得我老婆真的很愛我 我選了一個愛我的女人 而不是選擇我愛的女人 對 那時候 聽說你們為了見證愛情 還跑去這個印度的太基馬哈林 拍得到嗎 我這邊還有證據 你看 這個 這個 這是我求婚的照片 我特別為了今天找出來 太基馬哈林 就在這個地方照了一張相片 然後親吻我老婆 兩個人還接吻 是是是是 這個是我 對對對 然後去印度 因為我老婆一直認為我 我老婆一直認為 我是一個不穩定的男人 所以我其實私底下跟他暗示 他從澳洲去留學回來以後 其實那一陣子他很想要嫁給我 但是反而我不敢結婚 是 因為我覺得我事業未成 我沒有辦法證明給我 照人看說 我是一個成功的男人 那你結婚之後 做了什麼事情 讓老婆信任 其實 我做了很多的事情 讓他信任 我老婆最重視的是誠實 你也知道 有志哥曾經帶過我們去 這個花叉酒叉 對 然後呢 我就 後來派出大陸 花中花酒叉 或者是花中叉酒店 直說我就是去花天酒地 大概 對對對 沒事 林森北路的酒店 林森北路 對 你帶我去的是明圈東路人 明圈東路人 對對對 不一樣 要打廣告一下 對對對 這個會卡住 不會不會 對 那時候我在高雄 我老婆做的最厲害的一件事情是 因為我老婆也是記者 我就跟很多人去喝酒 喝酒之後就算拖 就沒辦法一定要去 我就蓋一個問導遊 問導遊之後 那邊坐一個女婦 又漂亮 那不錯 就開始跟她在台港 聊天 就聊天 對 千千小手這一定有 這個我們不能說沒有 結果 我老婆也是記者 這就厲害 她也在高雄當記者 我那時候為了追她 我特別請調到高雄去 跟她一起跑行婚 好 酒憨而熱之際 想說差不多 我可以帶 這個好朋友 不然蔡廁廠 我可不可以 跟你一起吃個宵夜 小孩子就說OK啊 我們去吃個宵夜 很正常 然後我就有說有笑 牽著手這樣從樓梯 這樣啪啪啪啪啪啪啪 走下來 結果我的手本來是這樣 為什麼 拜拜 因為我老婆已經騎了摩托車 在酒店門口等著我 是你看到 看到她老婆 還是老婆看到你 我看到老婆 那她沒有看到你 她一直看著我 所以 我樓梯很長 那個走下來這樣子 我才想說完蛋了 我牽那麼久 但我老婆不講話 然後我就乖乖的 把安全帽帶起來 然後就上了車 然後我老婆只在車上 跟我講了一句話 如果我們要在一起 關鍵就是誠實 我說好 我以後會做到 所以我真的做到了 我相信在場 可能沒有人 可以做到我這麼誠實 多誠實 等一下繼續講 好不好 好 來 先休息一下 好 另外我們今天也非常難得邀請到 因為文學而得到化國歧視勳章的李洋老師 哈囉 大家好 好 那麼這個李洋老師 等一下可以評論國園的婚姻狀況 那國園就是他剛剛講 他跟太太感情很好 那最後因為他去酒店 那這個有個小姐簽著要去吃宵夜 被老婆抓到了 老婆跟他說要誠實 那再從誠實開始談 好 那我做到了 不能只有一個要誠實個 對 誠實 對 後來我就 因為說真的 一個我不接受 要誠實 好好好 我後來派駐大陸 然後應酬更多了 真的 因為沒辦法 很多的應酬 那我老婆其實很不擔心 很擔心我就說會不會做壞事 那我為了讓我老婆安心 在我駐點的時間 我真的沒有做壞事 如果真的去應酬 你住點住在 北京跟上海福州成都 對 然後那個時候 最後喝最多是在北京 對 然後那時候 真的我去應酬 應酬到什麼程度 就是我會直接用微信打開視頻 然後告訴我老婆說 我現在在KTV 然後前面站了一排的小姐 然後你覺得哪一個比較好 老婆選 對 老婆選 老婆 老婆就說那個 那個不是你的菜 我還會慢慢拍 慢慢拍 那個不是你的菜 這個好了 就他 那你老婆很大方耶 因為他知道 因為他知道我只要喝了酒 什麼事都不能做 所以他很放心 我去喝酒 沒有 因為大陸台商 很多人這樣子 因為等於是兩面 也跟小姐講 我有老婆 因為他這樣子嘛 小姐 你一看小姐在拍 你就知道對面那邊是老婆 所以你坐下來的時候 他也 他也不會跟你有任何的 他想要進一步做什麼 所以我也保護我自己 真的在保護我自己 就是說你不需要跟我說 暗示說你的身家有多可憐 你都沒有辦法念書 要我援助思學少女 不用了 對 是 那為什麼這樣的誠實 婚姻會有問題 我覺得是我太想證明我自己 對 我那時候就是因為我岳父 是一個很成功的商人 然後六十五歲就退休了 而且已經實現財務自由了 多成功 他還真的還蠻成功 蠻成功的 就是不愁吃穿 然後幫子女 所有的事情都安排好 對 所以我岳父是一個 很成功的商人 他還當了那個 臺南消防工會的理事長 對 那他真的很成功 那成功的狀況之下 當初他又不願意把女兒嫁給我 那我為了要讓他安心 我真的要讓我岳父 越來越安心 所以我當初其實 跑新聞跑到最後 太多的自顧了 就是你跑新聞 沒辦法放手放腳 沒有成就感 我受不了了 然後我那時候就離開 離開了以後 我就去大陸經商 對 因為我認為 那太太在哪裡 太太在台灣 因為我真的 有小孩了嗎 對 我有兩個小孩 我有兩個很漂亮漂亮的女兒 很可愛女兒 但我小女兒二十八加七 二十八加七 對 早產 所以就是七個月 多一點點就早產 所以他有很多的 他有發展遲緩 他耳朵有限間性基因的聽障 然後他身上有很多很多的毛病 他每一次診斷出了毛病 因為醫生不會在第一時間 告訴你說他什麼病 一直不停追蹤 所以拖很長的時間 一直不斷地告訴你說 他有什麼病 然後我就越拖 每一次告訴我 我就心裡重擊一次 所以我就覺得 我必須要讓我小孩子 在台灣接受這個醫療的照顧 所以我就決定 我資深自己去大陸 對 然後我就在那邊 那但是我真的很痛苦 人是真的沒有辦法孤獨的 人家 我一直把我自己想念 心中有一句話 一定要分享給大家 小別 盛新婚 但久別變離婚 真的 就是你小別盛新婚 偶爾再聚在一起是OK的 那你分離一二久了以後 久別是多久 我那時候我個人認為 那時候我開始有動念頭 想要結束婚姻關係的時候 是反而我真的跳出來 經商的這段時間 真的是 你多久回來一次 半年 半年回來一次 對 待多久 兩個禮拜 兩個禮拜 然後就走 對 所以這種分離過程當中 兩個小孩都是太太在照顧 對 他要不要上班 他還要不停地做復健 然後他還要上班 那你有沒有拿錢回來 錢一定有 我所有的錢我只留我自己的 那個購生活費跟應酬費 足夠家用嗎 over 絕對over家用 我才不相信多少 蛤 說說看 我每個月 我那時候最高 我平均可以拿到 三萬塊人民幣回來 四 五萬台幣 最少 每個月最少 那應該夠了 對 家用夠了 是 是 那我就在拚 然後但是 我發覺我是孤獨的 我曾經 我可以這樣子 我一個人坐在那邊 然後看著日出 到日落 然後一整天都不吃飯 因為太無聊了 太無聊了 我又答應我老婆的程式 我不能做這個事情 所以我就覺得說 我幹嘛在這裡 然後那時候 其實真的心裡的壓力 很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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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在那邊哭過嗎 哭過 怎麼沒有哭過 一定哭過 為什麼適合哭 我第一個 我騎了摩托車 然後為了要開餐廳 要去找點 我就讓騎摩托車 然後一個不小心 自己摔車 我摔了 我渾身是傷 我這邊 你如果看得到的話 你看這邊都有傷 三個傷代表摔三次 好 我摔傷了以後 我不敢跟我家裡面講 因為我講的話在擔心 但我聲明的痛 卻強不過我心裡的痛 我心裡真的痛 因為我的孤獨 沒有人能夠了解 真的沒有辦法了解 你在那邊開餐廳 對 我在那邊看餐廳 有壓力嗎 壓力大到什麼程度 我以前當記者 我不知道什麼叫三點半 我只是到寫新聞的時候 常常寫到三點半這個字 我那時候開到三家餐廳 我那時候有六十多個員工 七十個 我還有兩天我要發薪水 都是你一個人要驗戶 對 我那時候還要發薪水 我怎麼辦 我沒有周轉金 你不是有賺錢嗎 對啊 可是大陸全部都是用 微信支付寶 然後還有周轉款 都卡在銀行 我還要五天才能到款 可是還有三天 還有兩天我就要到 我要付薪水 我要跟誰借 我是台灣人 我在大陸 人家為什麼要借你 如果要借你 只發三天不行嗎 問題是 你要看到他們那些人 每天就是扒著 等到那個薪水 說真的大陸真的 他們那些基層員工 有時候真的就在等 那份薪水要花 然後要養小孩的 那種家裡面兩個小孩的 怎麼辦 我又對不起他們 那我曾經研發過一次 造成人員流失很嚴重 因為造人員一流失的時候 要再補回來是很痛苦的一件事情 所以我就在那邊哭 我怎麼辦 我電話拿起來 我電話就這樣拿起來 我開始一直找 一直找 看誰可以借錢 找不到有人可以借錢 後來我就覺得說 我開始跟我老婆一點小摩擦 小摩擦就開始吵架 小摩擦就來吵架 比方說什麼樣的叫小摩擦 我太太可能 我講一個很離譜的例子 我太太在我面前 突然間就排放氣體 就放屁 對 這麼直接 不是 因為我們有些人 文雅一點說他排氣 有些人就講 誰不會啊 美國總統也會啊 對 他放屁 然後我就覺得 你怎麼可以在我面前 做這種動作 可是我老婆說 夫妻嘛 本來就應該互相包容 那時候已經結婚幾年了 七年 對 然後 李先生在你面前會放屁嗎 他大片我都看過耶 對 然後 你會在你老公面前放屁嗎 會啊 對 會有聲音嗎 一定有 不然那怎麼是屁 那他有 有時候我們為了掩護 對 然後有咳嗽會用什麼之類的 會輕移屁股 那其實可以用 透過擴約機的控制 是不會有聲音的啦 真的啦 厲害到這種程度 然後剛好小孩子就在旁邊吵鬧 因為我小孩子有ADHD 然後又在旁邊吵鬧 我整個人就爆炸 真的爆炸 大發飆 大概我家住公寓四樓吧 我的發飆聲音是對面 都會打開窗戶來看說 這個家人到底怎麼了 然後突然間就傳出破裂聲 因為我抓到什麼東西 我就砸 砸到我家的窗戶 那你收你的在中國的餐廳收了沒 快了 因為業績不是很好 壓力真的也很大 然後那個只是一個 剛好放假回來的時間 你難得放假回來 兩個禮拜我疼小孩 都來不及了 我每次都說我這次回去 我一定要好好的 跟我老婆相處 我每次回去都有這樣跟我講 我在飛機上一直講 然後我不能吵架 這兩年不能吵架 我一定要好好愛我老婆 結果全回 每一次回來都吵架 對 然後砸了稀哩哩哩的 然後我自己知道我錯了 真的我自己知道我錯了 然後我就隔天早上 我老婆又不講話出門 然後我就開始Google 找哪裡可以修玻璃 修窗戶 紮窗的 我就自己拆下來 然後窗戶很大 然後我就這樣騎著摩托車 慢慢地噗噗噗噗騎到那邊 然後移物上玻璃 就跟我的心一樣 一片一片的掉落 因為已經破了 一片一片的掉落 然後我就騎到那邊 然後跟他講 頭的 我說換一隻布 怎麼會破得這麼嚴重 是怎麼啦 沒有啦 抱歉 他們算棒球的跟他們說 我還講不好意思講實話 然後老闆就幫我修好 然後我曾經還在我老婆懷孕 懷第二胎的時候 這個國務員 其實這個對感情很傷 用這麼暴力的方式 對感情很傷 太太難得你回來 是要跟你好好過生活 想不到你用這樣的方式 對待她 那第二件事情是什麼 等一下來分享 好不好 來 我們先休息一下 好 國務員 所以還有第二件 第二次 對 讓我印象最深刻的事情 也是我老婆還在懷孕 懷第二胎 懷第二胎 我在想我老婆早晚可能也是我害的 我忘了什麼事情 就是也是跟她吵架 吵到已經歇斯底里了 我竟然可以整個人跳到床架上 然後用意的跳 把整個床架都跳到爛掉 床架爛掉 然後我老婆那時候懷孕 然後我氣到我就躲到 我知道 我爸爸給我一個最深的觀念 是你不管再怎麼樣吵架 不可以去動手打女人 這絕對不能做 這是我的根深蒂固的觀念 那我就氣到我就躲 就走到客廳去了 然後半天不見我老婆有任何反應 我就回頭再回去房間裡面看一下 然後就看到她躲在衣櫃裡面 一個人躲在衣櫃裡面 然後對她就在那邊一直哭 一直哭一直哭 然後她只講了一句話 她說我是一個南部的小孩 然後我好不容易可以到台北來 我以為可以找到一個可以依靠的人 但沒有想到你是這樣對我 所以我那時候 真的我那時候我就跟著她一起哭 但是我忍不住 我就是忍不住 我發覺我老婆變成我的受氣爆 那就是因為為什麼會這麼生氣到在床上跳 我忘了我真的忘了 有時候真的就是一個 我們可以為了說因為一個牙膏 她擠前面我擠後面 我就吵翻天了 就是都是變成 那針對你這樣的暴怒 這種行為老婆有提出離婚嗎 沒有 從頭到尾都沒有 反而是我說要不就這樣子吧 我還去查一下護身事務所 沒有 沒有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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固定的都沒有 連固定的都沒有 那你要離婚的理由是什麼 我覺得我倦了 然後我也不願意 什麼東西倦了 對婚姻倦 就是我覺得 我不需要再想要為這些旁枝末節這種雜事吵架 我一個人可以 我一個人難道沒有辦法顧好嗎 我曾經都已經查好 我禮拜六護身事務所有開 結果我太太為了躲避這個問題 她禮拜六就一早就出門找不到她 請教一下 你的中國餐廳收了沒 收了 所以你在台灣做什麼 我休了半年 沒討論 沒討論 我想要讓我太太知道說 我真的這輩子只有她能夠讓我愛下去 所以今天是一個告白大會 是我知道我做了太多的措施 我真的覺得大家看到我的臉書 都覺得說我好恩愛 錯了 我老婆一度拒絕我 在臉書上take她 因為她說那都是假的 你每天不停的在傷害我 你每天不停的在跟我講要離婚 那你做這些動作幹嘛 你為什麼要 其實我要跟大家講 我在貼臉書的那一刻的時候 我是帶著眼淚說 我原來我這麼愛我老婆 可是我臉書一發完以後 一回家 我的臉書注意看 如果有看 都是下午發 結果晚上我就跟她吵架 而且就吵翻了 所以我老婆說 你既然根本都不愛我 你都是假的 你要騙別人 給我們看幹嘛 因為我要面子 我要告訴我說 我老婆是 我老婆是這麼愛我 我家裡面 我不能再沒有退路了 我還有一個我老婆 因為我知道我自己沒有老婆 我沒有退路 你乾脆不要貼不就好了嗎 不行 你需要幫助 我也覺得 你需要很強烈的幫助 是真的需要那種 應該你那個時候 應該去醫院看醫生 然後他會給你 就是說除了諮詢之外 那個諮詢行在臺灣要蠻花錢的 可是如果不是諮詢的話 醫生可以開藥 然後那個藥呢 我以前也會碰到那一種 就是說情緒 覺得自己比較不穩定的時候 然後我的醫生開藥給我吃 吃了會怎麼樣你知道嗎 就是很笨 就是很笨 然後可是你就傻傻呆呆的 然後你就沒事 所以那個時候 你沒有去求助專門的人 而且是專門的人 而不是那一種只會什麼 安慰你說怎麼樣的話 因為我跟你講 這種諮詢是有一套 專門的一個說法跟方式的 第二點醫生開的藥呢 我絕對是那種支持 就是說當你有這種 不可控制的這一種 沒有 你真的沒有辦法控制 你也不是惡意 也不是故意 也不是什麼 可是你就這樣嘛 對不對 那應該吃藥 而且你那半年 如果又沒有在工作的話 那吃藥就了不起就變呆 然後呢 因為呆的關係 你就會吃東西 吃東西就會怕 就是這樣 老師 你要講 我覺得我要講一下 這個這個吃這個藥會變呆 會變胖 這個都先把最壞的講完了 其實這樣重點是診斷 因為我看耳鳴看很久了 其實在耳鳴的病人裡面 男生其實非常多的焦慮症 焦慮症在全臺灣 其實是非常高的浩花 那臺灣的男人 這個尤其是這個華人 其實基本上男生壓力很大 這個性人和從小讀書 要有出席 要賺錢 然後家長的壓力很大 然後長大了以後呢 你也不能哭 因為你要承擔家庭的這個重擔 對小孩 對家裡 還有對老 家人老了 你要控制 所以通常到四十歲以後 這個壓力會膨脹到幾點 到幾點以後 有時候碰到一個事件 類似叫假設你失業 身體也出了什麼狀況 那個性人和就爆胎了 一爆胎 你就產生所謂的焦慮症 你身體裡面的血清素就不見了 你沒有快樂的本能 可膩嗎 可膩 我現在講的就是它是可膩 所以你這些行為 你這些行為 基本上是一個疾病的狀態 那這個疾病的狀態 不是心理的病 是身體缺少某些神經傳導物質 就是血清素 所以有時候醫生到最後的階段 會給你一些藥物 你當然吃完一開始會咬咬 就像我 不要講笨笨的 可是呢 它會慢慢的修復 讓你回到快樂的本能 所以你其實需要找專科的醫生 來幫你解決 那一部分的諮詢也是必要的 就是可以讓你怎麼樣 重新找回快樂 你不要一直把他認為 就是說 我這個都是我的錯 沒有 你就是個病人 還有我倒是很好奇 這個談一個比較敏感的問題 你那個時候跟你的老婆 你沒有別的女人嘛 對不對 你跟你的老婆 還有性關係嗎 我們剛剛在錄影 想來講 生第二個 對啊 都生兩個 生兩個 跟那個有一個快樂的 或者滿足的性關係 我想有沒有必然的關係 有沒有經常性的性關係 這個這一集好辣喔 有啦 有有有 有什麼 都很穩定的 你不要說謊嗎 我沒有 我可以證明 我真的可以證明 你如何證明 腳上會有沒了 我長有沒了 沒有 我在講說有的時候 其實這個性也會引發焦慮 然後這個焦慮加上挫折的話 那麼就很可能爆發 然後用很暴力的方式來表達 所以是有性關係的 所以我們排除這一點 對不對 那郭議員還是想離嗎 你此時此刻問我 我其實三月二十三號吧 我才剛貼了一個臉書 因為知道劉真走了以後 然後新榮寫了一句話叫什麼 我忘了 私肝裂肺 不是不是 他有一個 他說他怎麼愛他的 怎麼愛他的老婆 我看一下 他有寫了一句話 我覺得那句話 他說這個對女人 就是要疼他 寵他 醫他 然後我說我希望這句話 永遠能夠放在心裡 不要說出來 因為我知道這一路來 是我老婆把他都改成我 疼我 寵我 醫我 那我知道我可能生病了 那我也認清楚 我其實我修了這半年來以後 我也認清楚 我老婆真的給我很大很大的 支持的力量 我希望我這輩子 能夠跟他走完 真的 所以你不理了 我覺得我不能理 因為我說真的 那之前在鬧什麼 之前我真的覺得是說 因為我的主觀性太強 我要掌握欲太強 但是我老婆也是 有這個也認識我老婆 他覺得他有時候 他很貼心 可是我要提醒一下 就是說如果你沒有聽進去 在場剛剛賴醫師 或是李洋老師的建言 你如果沒有去就醫的話 你就會再重新發聲 我之前問好奇 為什麼在鬧什麼 因為我們不知道你在鬧什麼 可是你確實鬧了 所以一定要就醫 可是我不懂的是 為什麼我一定要當 為什麼我要裝 我自己都想不懂 我為什麼要戴著假面過生活 你有戴假面過生活嗎 有啊 因為我的臉書 我的臉書告訴人家 我多愛我老婆 而且多麼的幸福美麥 對 你根本就不幸福 你在那邊貼幸福的照片 就是越不幸福越想要做 難怪你老婆很慌恨這種作為 不過各位你沒有錯 你沒有錯 那是疾病造成的 我二度蜜月 我老婆 我這麼愛發臉書的 我二度蜜月 十年 結婚十週年二度蜜月 我老婆竟然不准我 連結他臉書 我帶著他去二度蜜月 去土耳其 對啊 因為他說你都是假的 唉唷 來 我們先休息一下 好 所以國務員是 現在不想離婚了 那按照這個李洋老師跟賴醫師認為 其實你是生病了 你其實是要就診的 那你願意跟太太道歉嗎 我願意 我真的願意 那那個攝影機就是你太太來講一下 老婆我知道 什麼導播 老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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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知道 這輩子 你是最愛我的 那我在這八年來 我也知道 你是我唯一無法割捨的一塊 我們一起陪著小孩子長大 等到他們都嫁出去了 我希望初一十五都能夠 我們常常講的一個笑話 希望我們初一十五都能夠牽著手 你要提醒我老婆 怕你吃菜喔 好不好 我對不起 我愛你 這是告白 沒有聽到道歉 我的我的錯 我的錯 我只能用愛來彌補他 我真的會用愛來彌補他 你可以發誓 以前的暴力行為 從從從來就不會再發生嗎 你可以發誓嗎 我 我我會開始調整我自己 我 好 洪一哥 你是我的老長官 我在這個地方 我許下 我不會再做預舉的舉動 不是我是你老長官 所以你才不做 對 就是你要發誓 你就從此不做 洪一哥 我可以要求他一件事嗎 你現在可不可以把這幾年 你對他的東西 那你放作是他阿關的角色 那些不管暴力動作 你想想他那時候心情是什麼 你大概敘述一下 其實我覺得他就是心已經 他本來愛情其實真的像一把火 然後那個火 因為我的我的暴怒 我的失去理智 他的火一直變小變小變小 那現在只剩下一點點 我我希望我能夠重燃這把火 我不希望他熄掉 你認為太太的那個愛情之火 是不是完全熄了 沒有 因為還有小孩 你還不能體會他的心情 你還沒有完全反省 你要講得出來才有辦法反省 你根本不曉得他那個害怕 失望 然後那個冷 你不懂 你講不出來就表示你不懂 怕他心已經死了 只是想維持一個表象的婚姻 對爸爸要有交代 你的他沒有同理心 他做一個男人 也從來沒有試圖了解 我們女人的感覺 這個是很多的台灣的男人的 一個共同的一個樣子 我問一個更嚴重的問題 你要對著鏡頭回答 你如果再發現 你有這種不可控制的 這一種暴力的這種發生的時候 你要不要去看醫生 回答我 我會 我會 不要再發生 你就該去看醫生 要去看醫生 你現在就要去看醫生 我會去諮詢 我會去諮詢 因為國人很怕去看這種醫生 大家都覺得好像去了之後 就是承認你的種種的失敗 或者是你真的有病 可是呢 我告訴你 我自己的例子是這樣 不要怕去看醫生 我那個時候 那個陳永信醫師 這是一個我們美麗島 早年時代的那種 共同走過的醫生 所以我去看他的時候 他給我要吃 那那個時候是 那個美麗島事件之後的幾年 那種還是非常恐怖的狀況 我覺得我自己 沒有辦法承受那個壓力的時候 我吃了一陣子的藥 發現我自己在變呆了之後 我告訴你 我做了什麼事情 我去問他 我說我能不能把藥停掉 他說不行 然後他 我說我能不能慢慢慢慢的 試圖自己來克服 然後把藥量慢慢的逐步的減輕 他說你可以試試看 我就在他的協助下 我真的慢慢慢慢的把藥減輕 然後靠著做很多外面的事情 然後我真的克服了 所以第一點去看醫生 不要怕 第二點你也不見得一輩子就要服藥的 我自己做一個見證 就我慢慢慢慢的真的走出了那一陣子 那你當時是什麼病 就是我想就是憂鬱 憂鬱 我到那一種就站在我家的那個 我住一個十二樓 很漂亮的那種面子淡水河的 我自己站在那個陽臺的旁邊 都想往下跳 到這種地步 可是我自己寫小說 我自己年輕的時候 讀了很多佛洛伊德 讀了很多心理分析 所以我當然自己 對自己有一個瞭解 何況你是個記者 你身邊的這一些醫療體系 跟那個你能夠得到的援助 比別人多很多 那李昂老師 你那個憂鬱症治療多久 我差不多吃了 差不多一個多月的藥 我就覺得不行了 因為那個讓我呆到 我不要說我要寫作 我臉普通的那個 就整個人就是呆 我的形容詞就是呆 就秀懂 沒辦法思考 對 後來我覺得不行 我還要做一個作家 所以你需要有一個目標 要可以讓你好起來 然後你就願意配合著 這樣子的走出來 OK 那郭委員請教你 在婚姻裡面 你這樣的暴力 無緣無故的暴力 有過幾次 越略 越略嗎 手指頭加腳指頭 大概都數不完吧 數不完 你意思就是超過二十次 就是這種暴怒的行為 那你們結婚幾年 交往七年 結婚十年 意思是每一年至少超過一次 每一年 我快要一季了 而且是比較集中在 一季一次 快要一季一次 對 一季一次 因為我比較集中在後面 對 對 對 那每一支的暴力 太太用什麼方式反應 躲避 哭 躲在衣櫥裡 他就是其實我覺得 我很怕他這把火洗掉 他最後已經是毫無 衣櫃 衣櫃 我應該用這句話來 過日子而已 對 他就是在過日子而已 黃醫師有什麼看法嗎 就是我很想告訴你 如何重燃你老婆的 心中那把火的辦法 我個人的看法 因為我覺得我同樣經歷過 你老婆類似經歷的 只是我前夫還沒有 膽敢在我面前這樣暴怒這樣 意思是說 其實你老婆的情況就是 我剛剛一直在聽你講 你在中國很孤獨的時候 其實我內心只有想到 你老婆在台灣有多孤獨 然後當你說 這個你很愛這個老婆 愛小孩 然後提到兩個小孩 第二個小孩是早產 28週加7天 你看你連加幾天都記得 我是記不得 我小孩子是27週 所以你會記得小孩子 28加7週 這個早產的事情 然後後來這個發展遲緩 我小孩子也因為這樣 有點發展遲緩 其實我會覺得 你們雖然有經歷過 就是小孩子 比如說後來又天生的 聽力的不好 然後後來一個病一個病 慢慢出現 雖然你表面上在早期 有跟他經歷過這些事情 可是其實你的內心 你是沒有辦法接受 這樣子的失敗的 所以我覺得國元大哥就是很讓我敬佩是說 其實你真的站出來 然後告訴我們說其實我是一個中年男子 然後我經歷了這個其實家庭失敗 然後小孩子的醫療也有缺陷 然後在中國的這個事業 好像也不是這麼順利的時候 你很誠心的告訴我們說你面臨什麼問題 那因為你面臨這麼多 你過去因為時間非常的長 所以我非常敬佩大嫂 就是說如果是一般的女人 她是沒有辦法忍耐這麼久 顯然她有一個中心信仰 我不知道是什麼 讓她堅持在這個婚姻裡面 否則其實我們看到的 因為我在醫療體系 我們聽到很多 如果是小孩子有先天的疾病 其實父母大部分是離異的 為什麼 因為因為老婆跟小孩的存在 對你來講 就是證明你人生的失敗 真的就是這樣 因為你沒有辦法搞好婚姻 你沒有辦法搞好這個小孩子 這不是你的錯 可是你把它視為是你的失敗 可是我要說是 這不是你的失敗 那就是 對 所以這個就變成說 你把那個失敗點 連結在自己的身上 可是問題是 你知道我們女人的看法嗎 就是我們從這個國中 還高中就讀過孟子 良人 那個時候我就印象很深刻 那個是講說 那個齊國有一個人 他是一個男人 然後他呢 其實沒有什麼成就 沒什麼本事 他家裡就養了一個老婆 然後一個妾 然後他每天都出門去 然後回來 他老婆就說你去幹嘛 他說我都出去這個 跟達官顯貴 吃酒吃肉 然後很開心 然後老婆一開始 也為他的老公高興 看起來很成就 可是後來久了 這個老婆也很聰明 雖然那個年代的女人 都沒有受教育 可是呢 就跟他的這個妾 就想說 那如果我們老公都出去 跟人家這個達官顯要吃酒吃肉 吃得這麼開心 為什麼我們家 都沒有險要的人來拜訪我們 沒有門庭弱勢 沒有啊 所以覺得很奇怪 然後才跟蹤這個老公說 那如果他哪天說 又要出去喝酒吃肉 跟達官顯要聚會的時候 我們兩個也跟在屁股後面 去看看到底 我的老公發生什麼事情 那跟出去之後才發現 原來他是去 人家那個墳墓區 人家祭拜完 然後他去吃人家 那個祭拜的食物 我覺得重點在於 這妻妾回家之後的 態度是什麼 他們兩個回家之後是 抱頭痛哭說 我們兩個嫁的老公怎麼會是這樣 那大家不要誤會 不要誤會說女人都是期望 就是毀教那個夫婿密封 大家不要誤會 所有的女人都是 期望男人的成功標準 是我們女人所謂的男人成功標準 其實不見得是這樣子 有時候我覺得人生是那個 階段性 階段性 也許一開始年輕的時候 大家都希望成功標準是 是像鄭大哥這樣 像李洋老師這樣子 也許當時候年輕的人立的標準 就是在那 可是我覺得像 就像我以前年輕的時候 立的標準也是 我就是要在大醫院 做大教授怎麼樣 但是人生就是會有 很奇怪的機運 他在考驗你 比如說我們就是 就是去結了婚 然後我們生出來的小孩子 就是困難 就是需要我更大的心力 所以我感覺到 假設我是大嫂的時候 其實 其實如果老公是這樣 當然很願意支持他 可是為什麼沒有辦法支持到 這麼全心全力 其實我也很累 我在照顧我的小孩 一方面不是他不愛你 或是他心中那把火焦熄的 可是他那個火苗 就這麼一點點 他那個小孩很需要 所以女人先顧到小孩 那你不要以為 女人就是會希望說 請問去中國開餐廳 是你想去還是他叫你去 對嗎 所以就是 對就是說其實 我老婆真的跟我講過 他也好累 就是說你去 他是覺得說 因為他真正愛你 他覺得這個是你大男人的一個夢想 一個希望 他不好 因為我們自己的狀況不好 然後連累你拖累你 叫你不要去 可是其實內心的想法 應該是希望你回來 我們雖然在苦 可是就好好的一起照顧小孩 也許薪水不要那麼多 不要十五萬也過得下去 我覺得女人其實沒有那麼 那麼那個 想要你男人的成就 可是你們用男人的成就 來忘記我們的夢想 第一次沒有辦法把彭醫師打斷 來 先休息 好 這個剛剛廣告時間也很激烈 來 這個李洋老師請收 我跟妳講 為什麼這個老婆沒有離開的 我覺得有一個很主要的原因 是因為你在外面沒有別的女人 很多女人把這個列為是離不離婚 或者家庭等等的人際關係裡面的 最後一道防線 那你沒有踩了這個紅線 所以在很多的地方 他都願意就說 反正孩子也需要照顧 所以就守著這裡 那麼很多的女人 因為踩了這個紅線 而那個男人可能沒有太多的 犯像你這樣子的暴跳如雷 或者傷傷害 總之傷害到自己對不對 這樣的事情 他們都選擇離開 所以我覺得這個紅線是所有的男人都要知道 他真的是太危險了 你看我真的不信你回家問你老婆看看 他沒有走的理由 是不是有一個而且非常大的主因 是因為你沒有在外面亂搞 真的 我太太說過一句話 如果你讓我知道你在外面亂搞 那就拜拜了 對啦 是啊 這是女人的最後一條防線 國務員現在有工作嗎 我剛找到一個工作 OK 所以開始有收入 開始 還沒有啦 因為還沒滿一個月 但是我發覺我的心有點穩下來了 因為之前真的會晃 我那時候為了找工作 我為了讓我太太安心 我常常跟著他一起出門 然後他前腳出門 我後腳出門 然後我就繞了一圈 然後我又回來 然後就在家裡面睡一整天 他都不知道 他以為我去見朋友 去談新工作 他談新的事業 他都不知道 你不是說要誠實嗎 你還是騙他 面子嘛 這個白色謊話 白色謊話 真的 OK 我可以講 請說 因為我覺得大家都在批判他的時候 我以一個前長官的 我覺得他也算是勇敢的 因為跑很多社會新聞 通常這樣不只是這樣子 通常再下去 這狀況就很慘了 他是在壓抑 然後又排解自己 又在壓抑 在排解自己 不斷地一直在recycle 這種東西 你也很痛苦 他也很痛苦 兩個都很痛苦 那時候為什麼不帶 因為我那時候有 我有換公司 然後我帶兩個記者走 我沒有帶他 他耿耿於懷 其實就是因為你的不穩定 其實我真的要覺得 你老婆真的是非常了不起 你也很了不起 我也肯定你 我講真的 你在這幾年的改變 洪一哥他改變很多 他比現在 以前更不穩定 可是他現在 他可以在這麼多年 在大陸的那種孤獨下 然後在那種 他可以把自己控制 你沒有賞下去 你也沒有把事情做到絕 做到錯 我覺得你已經算不錯了 所以我覺得很簡單 你現在可以面對 我剛剛為什麼一直想聽到 他跟他講出他 他老婆對不起的地方 在哪裡 他就同理心了 你們就好了 你們就沒事了 他自制力很強 這塊我覺得承認 但是你只差一個說 你只能講出說 他這幾年 他每次回來的時候 那種陰暗面 看到我暴跳 如果心裡面那個心在跳 但是我又不能跟他怎麼樣 你能講出來 我跟你講就OK了 你的狀況比那種 殺了老婆在家暴 然後那種好多了 我覺得我鼓勵你 要鼓勵你 如果每個人說你完了 你生病 我覺得你可能會更否定自己 我覺得你很棒的啦 你剛剛那個感覺就是 有一個人說 他本來要出去買一支槍 回去殺了老婆 走走走 看到賣巧克力 後來買了一盒巧克力說 要回去給老婆 想想老婆也不錯 可是回到家以後 巧克力交給他 又回來想 真的該買一支槍 可是醫生能不能告訴他說 在他那個生地不起來的時候 就是正在爆發的時候 他可不可以做什麼事情 來轉移他的注意力 或者是說他可不可以 你教他一個什麼方法 在那個時候 對可以把自己給比較鬆弛下來 醫生有沒有這樣的可能 我糾正你一句話 就是人不能孤獨的 錯 你才要學習孤獨 那個才能治療你 你因為你沒辦法回來 去習慣那個孤獨 你就會開始 是不是我要幫你 幫你幫你 自己壓死了之後 再爆發出來 壓死再爆發出來 你能不能跟自己獨處 你要去學 你不是自己一直困在裡面 說我對不起 那我對不起 我要讓我岳父 我要我要 你是單方面一直在出 你有沒有回過後 陳國元你快不快樂 你老婆快不快樂 你每天有沒有問自己這句話 你沒有啊 你只是問說 我有沒有給老婆什麼 我有沒有給藏人什麼 你回來愛自己 然後學習孤獨 你剛剛那句話是錯的 回來問問看看 我能不能自己孤獨 不過這個我猜的話 我覺得有字講的沒有錯 因為我很喜歡看日本節目 日本節目常常有一種 有一種人是到自己到鄉下去 種田 有嗎 種好幾年對不對 我很羨慕那種生活 真的 我也是 然後呢 我就覺得我他一個人那麼孤單 而且過的其實還蠻辛苦 因為種田嘛 可是呢他甘之如矣 真的 然後我就覺得說 人喔 你很孤獨 人在很孤獨的狀態下 能夠安排自己的生活 然後過得很豐富跟愉悅 這個人叫做深度 是 人不是不能孤獨 但是你要有辦法安排你自己 安排主要是心靈的部分 這個大家現在都可以做 因為武漢肺炎 大家都很孤獨的 也不能去跟朋友 或也不能怎麼樣 所以你剛剛的那一句話 我覺得可以給全國現在 現在孤獨隔離 而且沒有被外面接觸的人 都應該來做一個學習的過程 真的不只是對你 真的這個時間太需要 這樣的學習 各位我拉回主題 就剛才他們講的是 比較高層次的 我們是擬採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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用哲學 用愛 用包容 其實這個對一般人來講很有效 問題是你現在不是在這個層次 你是在疾病的層次 你就沒辦法控制 你看我覺得你今天 在這麼告白那麼多 其實你是想贖罪 你是想後悔 你是想去彌補 可是你做不到 為什麼你做不到 你沒有能力去做到 你身體 所以我們像缺少小狀腺 缺少什麼荷尿 你就跟他講說 你放輕鬆什麼 沒好 沒好 你就是缺少血腥術 等一下再請教賴醫師 好 來 我們先休息一下 好 來賴醫師給他一個良心的建議 就是說如果你已經到這個疾病的狀態 其實讓那些比較高層次的說法 對你來講沒有用 所以你需要去 假設類似說你是躁鬱症 你就需要藥物去幫忙 你先拉 拉伸你最低的情緒系統 所以吃藥不要那麼排斥 它是人類科學很偉大的發現 然後你吃藥吃到一段時間 你可以戒掉它的 你不是要吃一輩子的 你不是瘋子 你只是情緒系統 壞掉了 潤滑油油了以後 剛才那些講的話 哇 就非常偉大了 你的水味就一直上來了 你就知道什麼叫快樂 你就知道什麼才真正的愛 那些在比較高級的話 對你來講就有意義了 孤獨你也可以享受到了 現在跟你講這個 聽不到 理想的 聽得懂做不到 真的做不到 這麼長久以來 你覺得太太有沒有變 她沒有 沒有 真的 她太太很偉大 我太太真的沒有變過 所謂的沒有變是什麼沒有變 我個人覺得 她還有意思是愛著我 真的嗎 真的 真的 也因為這樣子 所以她不會說好 我們走 對 不然她就答應我就好啦 對她來講也是解脫 不是嗎 梁老師對她太太有沒有什麼建議 我覺得這個太太可以接受先生到這樣的地步 我覺得老實說非常偉大 如果是我的話 我一定走人 真的 你不是走人 你還會寫小說 小說才是比刀還立 我一定會走人 因為我覺得因此用太太的方式 我要鼓勵其他的女性 在你幫助不管是先生或親愛的人 到一個程度的時候 如果你拉著她 是一起溺斃的話 是一起往下沉淪的話 那麼我還是鼓勵你放手 交給專業的人去做這個事情 可是顯然你太太 還覺得她撐得住你 對不對 所以我們鼓勵這種女人 可以這樣發揮她的善良愛心 跟種種美好的一切 讓我們看到人性當中 非常好的光明面 可是我覺得每一個女人都要自我評估 我是不是跟著一起溺斃 如果是一起溺斃的話 請不要做這個事情 你還有孩子 你還有很多其他的生活的層面要照顧 你今年幾歲 四十三 OK 那太太了不起也差不多四十歲 同年 四十三 問自己 女人問自己 我是不是要把 我前輩子已經這樣的付出了 我是不是以後 還要繼續做這樣的事情 我有沒有機會換一個比較好的人生 都是可以考慮的 真的 那國遠當你在這麼多的幾十次的這個無端的暴力裡面 你的小孩怎麼反應 我覺得其實受創最深的是我小孩 因為他學會了我大聲尖叫 說話 他學會什麼意思 就是他常常他們兩個小孩子在溝通的時候 是用大叫的方式在溝通 我做了最壞最壞的失敗 真的 當小孩在大叫的時候 你心情如何 我其實很難過 我每次都說 我不要在他們面前大叫 但是我就喝不掉 我就喝不掉 我打開做了 我就喝不掉 我打開做了我就喝不掉 我知道我做了 因為小孩子永遠有在學爸爸 我真的一直在做不停的示範 你知道家暴不是打老婆才叫家暴 我知道 心理也是 心理也是 嚴重的家暴 他在求救 他今天其實在求救 你這樣的家暴 其實影響你的小孩很大 我很愛我小孩 我真的我覺得我很愧疚 你如果愛你的小孩 你就應該是做一個很好的榜樣 不家暴 那個才叫愛 我從今天 我會 第一個 我會聽醫生的指示 我第一個 我會去接受這方面的諮商 第二個 我真的 我要重新 我想要再次帶我老婆去泰基瑪哈 如果可以的 疫情引起的時候 我想要重新再追求他一次 你這麼的暴力 你的岳父岳母那邊知道嗎 我知道 真的不知道 真的不知道 我老婆就是很傳統的 他不敢讓 要求他一個人承受 一間扛勤 他真的一間扛勤 你是這麼辛苦 他要上班 他面對你 然後還要保護這個消息呢 連我爸爸媽媽都不知道 我這麼失控的情緒 我爸爸媽媽都不知道 你覺得這個失控的情緒 跟你的小時候成長有沒有關係 沒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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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爸 我爸是軍人 他從小到大就是不苟言笑 所以我覺得還好 對 我覺得 因為他的個性不是這樣子 但是因為他的太太 如果我記得沒錯你是他初戀 對不對 他 我是他的初戀 對 他非常單純跟敏感的一個女生 因為他生活非常非常的單純 他可以這樣子 我覺得他這十幾年 幾乎是漸漸漸 一直在負面情緒 是每一年在加溫 加溫 加溫中 一個曾經這麼 Pure出來一個女生 你卻他身上一直在放一些負面的能量 負面的能量 我覺得他真的是了不起 我覺得美人姐講 有一句話講得很好 我 自小的不能吃過你們丹甲 一粒米 一杯水 有什麼嫁來這邊給你糟糕 我難道不值得你疼我 愛我 照顧我嗎 我覺得你要去體會女生的這一塊 尤其他真的很單純的一個女生 他今天能夠承受的原因是因為他單純 那黃醫師對國員的太太有什麼建議嗎 就是不要相信國員跟華的任何大病 只要看到他去就醫就相信他 對 就醫 只要就醫就相信你 其實他都不相信 對啊 對啊 如果再來一次 建不建議他就離開了 就是如果會影響到生命安全 然後他又不就醫的話 女生一定要先保護自己 一定要先離開 先